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遭受到强烈阻碍 各界都在关注在西方国家的联手制裁之下 俄国是否能够继续顶住外部压力 不过芝加哥论坛报26日的报道指出 普丁现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西方国家 而是国内民众的不满与怒火 在战争当爆发时 普丁透过官媒洗脑民众 说上这场战役是为了将乌克兰同胞从纳粹主义中解放 且乌克兰人都欢迎俄国军队的到来 结果士兵上了前线之后 不但发现一切都是谎言 不少人更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站此沙场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汤马斯·格林菲德指出 现在有许多家庭仍然不知道 在第一线的儿子已经丧命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这些士兵的死终究会真相大白 届时悲痛万分的家属就会要求普丁 为贸然开战的决定付出代价 报道更指出 普丁对异议的圈牙相当程度反映了他最大的恐惧 叶卡杰林鲍前市长 近日就遭到当局上门逮捕 理由是他将俄国出兵乌克兰称为入侵 而此举涉嫌抹黑俄军 据人权组织所公布的数据 俄国有224人应将客攻的军事行动 称为战争或入侵而面临监禁 此外自2月下旬以来 更有近16000多人因反战被拘留 另一方面俄罗斯为了加强内部控管 除了钳制言论自由之外 现在更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学校对儿童进行爱国遭遇 这些国家幼苗不仅要在课堂上听普亭演讲 了解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他们的教材中甚至编列了爱国思想 包括宣扬为祖国牺牲是美好的等等 据老界目前已有不少教师 因为不愿灌输爱国思想而遭到解雇 甚至是被判刑 俄国政治分析家指出 政府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太清西方 因此有必要再次灌输爱国思想 不过有教师认为 现在的学童比大家想的还要有批判意识 认为他们能够看清政府的宣传 记者黄信仰整理报道 中文字面 感谢观看